第1062章 到手 三色火莲缓缓缓地在硝烟掌心旋转,而伴随着它的每一次转动,周围的空间便是一出一条条漆黑的空间裂缝,令得人心生寒意。 火莲一出现,所有人都是能够清楚地感觉到,这片天际间的能量瞬间变得狂暴起来,而且温度也是在迅速地跋生。 这般异象直接是令得所有人的脸色聚变了下来,即便是连唐震眼中都是流露出一抹震惊之色。 那诡异的三色火莲之内,似乎隐藏着一股毁灭般的可怕力量,而且这种力量它还略微有些熟悉的感觉。 这是一火的力量。 心中思索瞬间,腾震眼瞳猛的一缩,脸色因火莲的出现而变化的,还有着那身为当事人的无尘。 因为距离相隔最近,他对于火莲之中所蕴含的那股毁灭般的力量,感触最为深刻。 在这精美的三色火莲之下,这位焚烟谷的三长老,终于是首次露出了难以置信之色。 任其想破头都是想不到,为何萧原一个一星岛宗,居然能够施展出这等连他都是为之震撼的恐怖能量。 怎么可能? 眼中光芒急速闪动,片刻后,无尘也是梦得一咬牙,眼中夺过一抹狠色。 萧原的火莲虽然恐怖,但他的太乙火罗掌也并非是吃素的,鹿死水手可还是未知之术呢。 不得不说,这无尘也是个老成精的老怪,这等时刻,不仅未被火莲震慑了心神,凡时在下一瞬间迸发出了更强的战役,因为他非常清楚地知道,这种时刻尽上海可能胜,但退的话却是必输无疑。 不管石灰河是否抵达,若是一个不小心,光是这精美的三四火莲,便是可令得他变得极其的狼狈。 心中闪过这般念头,无尘眼中狠色更浓,体内磅礴斗气宛如洪水一般的呼啸,硕大的手掌上鸿芒暴胜,掌心之中隐隐有着一道悬疑的火红符纹若隐若现, 刺眼的鸿芒令得周围的不少人皆是连忙闭上了双眼。 太医火锣掌,火锣盖天地。 一道大鹤,无尘体内气势暴涨,那双手居然是闪电般的膨胀起来,仅仅一息时间便是膨胀成仗序宽大,远远看去就犹如一个散发着强盲的灯罩一般。 随着这道鹤声落下,无尘掌心的那道悬疑火红符纹也是随之膨胀,其中所蕴环的狂暴能量也是越来越浓。 三长老居然施展了太医火锣掌中的最强的火锣符。 望着场中那手掌膨胀的无尘,周围空间顿时响起了一道道惊呼之声。 谁都未曾料想到,这只是一场石归河的考验而已,到最后却成了这般针刀鸣枪的较量。 他们都清楚,此刻的无尘已经动用了他八星斗宗的所有力量,而这一切的始作俑者,却只是一名一星斗宗的青年而已。 这一幕令得不少人皆是有着恍惚的感觉。 一星与八星之间的差距可不是寻常之物能够衡量的呀。 对于头顶上突然暴涨的火红光芒,萧炎脸色却是未曾因此而有所变化。 无尘此人他颇为的厌恶,这十个回合的考验,后者几乎是不想给他一丝的机会。 哪怕这丝机会需要他付出绝大部分的力量,但他依旧是没有半点的迟疑,所谓的便是不想让萧炎顺利地得到天火三旋变。 期间出手,好几次都是手段颇重,若是萧炎没有什么手段的话,恐怕下场必然不太好。 而这也是令得萧炎下狠心,施展出三色火灵的最终缘由。 既然你不想让我好过,那你也得给我付出代价。 漆黑毛中狠立之色闪过,萧炎手掌猛的一甩,那三色的精美火灵便是暴射而出。 在那火灵射出的一煞,那无尘也是一声怒吼。 他已火罗浮物。 吼声落下,提掌心的那悬翼火红符文顿时暴涨。 旋即那符文居然是在一瞬间从无尘掌心脱落而下,然后化为一道惊人的鸿芒。 带着连空间都是微致震动的可怕能量闪电门的夺下。 红芒与三色光芒一闪而过,仅仅是一瞬便是在无数道目光的注视下,有如两颗蕴含着可怕能量的陨石般,在无尘与硝烟之间轰然相闯。 两者相创之煞,似乎连这片天地都是为之安静,无数人的脸庞上的表情似乎都是在此刻停滞了下来。 这种诡异的寂静持续了仅仅几个呼吸间,然后一到连斗宗强者都是为之惊惧的能量风暴,闪电般的自碰撞之处酝酿而生。 能量风暴刚刚出现,高速旋转的能量尾巴便是狠狠地抽在硝烟与无尘的身体之上。 当下,两人便是如遭受重击一般的一口鲜血喷出,身体犹如断形的疯胀般倒飞而出,然后狠狠落地。 在地面上擦出一道百米多的身痕之后,方才缓缓停止。 两人被震飞而去,那恐怖的能量风暴却是越来越庞大,其中火焰逃天,不仅令得这片天地间的温度骤然提升,而且连这里的能量都是牵引得变得狂暴起来。 这种时候,没有一个人敢随意地将这些狂暴的能量吸入体内。 巨大的能量风暴足有百丈庞大,犹如那横跨天地的飓风一般。 那由风暴之内弥漫而出的狂暴危压,令得在场者无不为之变色。 大殿之外的空地,此刻几乎被禁数镇成坟墨,而且那风暴之内一波波的能量冲击不断地扩散而开,连远处的森林都是遭受到了波及,一些巨树直接是拦腰而断。 大殿之前,包括哪名二长老在内的所有分岩谷长老,都是深吸了一鼓气。 他们能够感觉到,即便是他们,若是被扯入天空上那可怕的能量风暴中,恐怕不死也是要脱一层皮呀。 唐震面色严肃,谁都没想到事情会搞到这一步,仅仅是一个考验而已,但弄出来的这些东西,却是犹如想要将整个的焚炎谷给毁掉一般。 若是再不将这残局收拾啊,恐怕焚炎谷会被这东西搞得一团糟。 在静了一会儿之后,唐震也是只能缓缓地叹了一口气,目光淡淡地瞥了一眼一旁的二长老。 在唐震这目光下,二长老也是哆嗦了一下,旋即满脸苦笑。 他知道今天这事儿,怕是彻底地激怒了唐震,但身为长老这些事情,他也必须出面管管啊,毕竟天火三旋变,可不是寻常之物啊。 唐震并未理会满脸苦笑的二长老,脚掌缓缓一踏,空间扭曲间,其身形也是犹如瞬移一般的出现在了天空上,那庞大的能量风暴之前。 指尖在面前轻轻一点,一道巨大的空间黑线便是浮现,其双手探入空间黑旋之内,然后猛然一拉。 在这一拉之下,空间顿时裂开一道,左右十几张庞大的裂缝,那裂缝之中透着一眼望见尽头的深邃黑暗,令得人隐隐间有种心悸的感觉。 撕裂空间这等惊天本事,恐怕也就唯有斗尊级维的超级强者方才能够绊倒。 去! 唐震手掌摇摇对着那巨大的能量风暴猛的一悟,然后那高速旋转的能量风暴,居然便是逐渐地停滞而下,然后被前者狠狠一送,直接是甩进了那漆黑的裂缝之中。 能量风暴刚刚被丢入空间裂缝之中,裂缝便是蓄缩愈合,一眨眼时间便是消失不见,而与之同时消失的还有那先前肆虐天地的可怕能量风暴。 见到那恐怖的东西消失,周围的众多焚烟果弟子方才松了一口气,隋缉抹了一把冷汗。 今天若非唐震出手的话,恐怕这里将会变成一片废墟。 将能量风暴收拾掉,唐震也是吐了一口气,将略微有些颤抖的手掌收入袖袍。 对于太乙火罗掌,他非常的了解,并不可能制造出这等可怕的能量风暴。 那么这般看来,此次的风暴,应该是由那神秘的火莲所引发出来的。 这消炎果然不是寻常之人,能够将这异火发挥到这等威力,我焚烟骨掌控炯龙雷刚火这么多年,也未曾达到这般地步,这个小子当真不烦哪。 心中轻叹了一口气,唐震不由得有些稀才之心,但转念一想,消炎能够达到这般地步,应该早是有老师了。 当下眼中不由得夺过一抹失望。 站在天空,唐震目光在下方一扫,然后顿在消炎与无尘落下的地方。 此刻的两人也是在挣扎了一番后,有些艰难地爬了起来,彼此遥遥对时间,皆是有些争锋相对的意思。 十个回合已到,无尘,你输了。 唐震缓缓地从天空行下,然后淡淡地说道,听得唐震的话,浑身狼藉得无尘一昼,旋即只能极为不甘地咬了咬牙。 他没想到,这次居然会阴沟里翻船地栽到一个后背的手中。 不过虽然不服气,但在想到先前那可怕的能量风暴后,即便是他,心中都是不由得泛起骨寒意。 若是被卷入其中,恐怕今天他再怎么说,也是得我落个重伤下场。 消炎抹去嘴角的血迹,面色奄奄透着一分苍白之色,但更多的却是一分炙热。 当初的三次火莲并不能奈何八星斗宗,但如今却已经是足够了。 这也就是说,以后对付这个等级的强者,他又是多了一分手段。 唐震目光转向消炎,微微一笑,声音变得和善了一些,说道, 既然无尘已经输了,那么按照规定,天火三旋变也该归你所有了。 恭喜你,消炎。 预知后事如何,还请您继续收听《斗破苍穹》第1063章 第1063章 传承秘法 听得唐震此话,消炎心中也是松了一口气,脸庞上也是浮现一抹难以掩饰的欣喜,对着前者郑重的一抱拳,说道,多谢唐姑主了。 唐震摆了摆哨,说道, 这全靠了你自己的本事而已,老夫此次倒是锁住甚小。 此次的十个回合考验,几乎完全便是凭借着消炎自己的能力度过的,说实在的,他唐震还真没有帮到什么。 唐姑主客气了,若非是您的缘故,恐怕连这考验都是不会存在的。 消炎一笑,对于唐震,他倒是感觉不错,此人一身实力深不可测,但却并没有半点斗尊强者所拥有的孤傲,比起风雷格的雷尊者,简直就算是平易尽人了。 唐震笑笑,也不与消炎在这上面争面, 偏过头,目光望向大殿之前的二长老,淡淡说道 二长老,如今考验消炎也算是顺利通过,此事你还有什么要说的吗? 闻言,二长老却是苦笑了一声,玄机叹息地点了点头,说道 既然消炎按照约定通过了考验,那么老夫自然是不会再多说什么。 一切便依谷主的意思吧。 见到这二长老病尾在说什么,唐震脸色也是略缓,视线看了周围一眼,说道 大家都算去吧。 听得唐震此话,那围在周围众多的分岩谷弟子顿时连忙攻声应道,然后收回那投射在消炎身上的奇异目光,彼此低声交谈着缓缓退开。 眼眼间,那一道道惊叹的声音,依旧是隔着老远地传了过来。 显然,今天消炎的表现,令得他们有些大吃以惊。 无尘站在一片狼藉的空地上,脸色有些阴晴不定,半晌后只能不甘地一甩衣袖,狠狠地盯了消炎一眼,终于是不再多嘴穿和此事。 见到没人再反对,唐震目光转向消炎,笑道,跟我来吧。 化炎一落,他便是转身,率先对着谷中深处行去,唐火儿快步跟上,其后消炎迟疑了一下,也是连忙跟上。 天火三旋变是肥炎谷的顶尖秘法,所以一般都存放在谷中的斗际阁之中。 唐火儿与消炎跟在唐震的身后,前者低声跟消炎微笑道。 消炎冲着唐火儿笑着点了点头。 消炎,你刚才的那种火莲是什么级别的斗技,为什么威力会这般恐怖? 见到消炎并不想多说,唐火儿却是有些耐不出性子,磨蹭了一会儿后,终于是低声问道。 在唐火儿这话问出时,那行走在前方的唐阵,脚步也是突然略微缓了一点。 消炎笑了笑,只是轻描淡写地说道。 哼,那火莲只是我使用一火凝成的而已,所以威力不弱,但这东西消耗也是极大的。 佛怒火莲是消炎的底牌,当年她在凭借着一时的热血冲脑,凭借着几分运气将这佛怒火莲制造而出。 如今经过这么多年的完善,佛怒火莲的威力无疑是越来越强,而且她所取得的效果也是消炎所练习的其他斗技难以赶上的。 因此对于她,消炎并不想对外人过多说什么,即便她对唐火儿以及唐阵都是有些好感,但佛怒火莲关系太大,所以她也不可能如此轻易地便是将之告诉二人。 对于消炎的这般回答,唐火儿虽然有些不太满意,但她毕竟也不傻,当下也就不再多问,娇笑一声后,便是将话题转移而开。 在一路与唐火儿聊天间,脚下的碎石路也是变得短暂了许多。 戴德消炎觉察到面前的唐阵,突然顶下脚步好,方才抬起头。 此刻,在这条碎石小路的尽头处,有着一壮遮掩在丛语树林之中的建筑物,隐隐间在那建筑物之上,有着斗技阁三个大字。 这里便是我焚炎谷的斗技阁了,寻常时候,这里是禁止人进去的。 唐火儿在消炎身旁说道,消炎微微点头,目光不着痕迹地在周围那些树林中扫过。 他能够隐隐觉察到,这里有着隐匿的细细存在,显然应该是斗技阁的护卫吧。 跟我来吧,天火三悬变是我焚炎谷的顶尖密法,所以只能在这里,才能得到最完整的传承。 唐阵对着消炎挥了挥手,然后走进那壮巨大的楼阁,消炎急忙跟上。 在三人脚步停在斗技阁之前,立刻有着三道身影从楼阁之顶倾下,然后化为三名红袍老者,然后对着唐阵恭声行礼。 三位长老,请将斗技阁打开吧。 唐阵挥了挥手,淡淡地说道。 文言,那三名浑身皆是弥漫着盘国气息的三名长老,目光在消炎身上扫了扫,然后点头应试。 手中同时结出道道悬翼的结印,一道道火红光芒从三人手中夺出,然后射在楼阁的那紧闭大门之上。 随着这些鸿芒的射众,那大门表面顿时便是一阵剧烈的涟漪波动,宣迹,大门方才在一阵咯吱之声中浑缓打开。 见到大门打开,庞振率先的脉动步伐进入其中,萧炎二人紧速跟上。 一进入大门,光线便是变得暗淡了许多,入眼内是一排排整齐的高贵。 木架之上摆满着一卷卷颜色不同的卷轴,不过,唐正并未在这里过多停留,直接是对着楼上兴趣。 这座楼阁总共有着三层,而萧炎三人则是一直走到第三层后,方才停下山来。 斗技阁的第三层面积并不大,一眼看去显得颇为空旷。 在这层的四角处有着浓郁的光芒笼罩。 在那些光芒之外,空间都是有着扭曲的感觉。 显然这里的一切东西都是被加入了特殊的防护。 这里的东西不要乱碰,不然会有一些麻烦。 唐正对着萧炎提醒了一句,然后走向这一层的中间地带。 那里有了一团火红营绕。 它食指在琴上迅速点动,红芒逐渐消散,最后露出了一个脑袋大小的红色水晶球。 水晶球悬浮在半空,整体通红。 一眼望去,只见得水晶球之内,似乎充斥着无数悬疑的符纹一般。 看上去极为的神奇。 这是我焚炎谷的传承水晶,其中不仅有着最为完整的天火三巡变修炼之法,并且还有着焚炎谷历代仙辈,对一些功法的一些改进以及经验。 唐正淡淡地说道,文言硝炎眼中顿时永山一股炙热,这可是有些出乎他的意料。 原本他还以为唐正只会给他一卷天火三巡变的完整卷轴而已,然而却是未曾料到,他居然会让自己来接受这种秘法传承。 如此一来,不仅能够让他以最快的速度,领悟完整版本的天火三巡变。 而且有了那些焚炎谷历代仙辈的经验,说不定日后他还能凭借自己的力量,令得这天火三巡变越加强悍。 多谢了。 深吸了一口气,硝炎对着唐正正重地抱拳说道, 你救了火儿一命,这也算是老夫的一点报酬吧,毕竟老夫只有这么一个女儿。 唐正摆了摆手,说道, 好了,将你的灵魂融入其中,便是能够获得最为完整的天火三巡变的传承。 不过由于这里是我分岩谷的禁地,所以老夫也会一直守在这里。 对于这点,硝炎倒是没有什么异议。 斗济阁对于任何一个势力来说,都是极为重要的地方。 唐正能够让他进入这里,已经算是莫大的恩惠了。 缓步上前,硝炎清透了一口气,双手轻轻地放在那火红的水晶球之上,然后眼眸逐渐闭上,而其灵魂力量也是顺着手掌涌出,然后传进那水晶球之中。 灵魂力量刚刚进入水晶球之内,硝炎的身体便是猛得一颤,脑袋之中也是传来一道轰隆隆的炸讲。 庞大的信息流犹如潮水一般,源源不断地对着硝炎脑袋之中涌去。 这股信息之庞大,即便是以硝炎的能力,都是有些感到头晕眼花。 然而,在硝炎闭目间,他确实未曾发现,在他那灵魂力量涌入水晶球的那一煞,那水晶球之内,顿时爆发出一股极为璀散的赤红之色。 那股光芒之响,令得这整座的斗技格,都是眼眼间散发出火红光芒。 在硝炎身旁,糖震与糖魂也是因为这等变化而变得目瞪口呆起来,片刻后对视了一眼,即是吸了一口凉气。 这所谓的传承水晶球,在传承秘法时,也是有着一种测验的效果。 若是修炼此秘法天赋高者,便是能够令得水晶球散发出光芒。 当初糖魂也曾经引起这般变化,但与此刻的硝炎所引起的光芒相比,却是宛如银火与昊月之间的差距。 难怪。 糖魂在震惊了片刻后,突然喃喃自语道,他这才想起为何硝炎会说,他觉得这天火三玄变极其的适合他。 当时他还以为只是对方随意一说,但如今这一看,这天火三玄变,还真是像为这个家伙量身打造的一般。 唐振眼中的震惊之色也是逐渐的消散,取而代之的是一股遗憾之色。 唉,这个小子若说焚烟谷的弟子,我焚烟谷恐怕又将会出现异味,如当年焚烟老祖一般的惊天然物了。 欲知后事如何,还请您继续收听《斗破苍穹》第1064章 第1064章 萧玄 一旁的唐伙儿听得唐振的喃喃自语,倒是微微一正,有些疑惑地问道。 对于唐伙儿的疑问,唐振倒是一笑,看了一眼正沉浸在水晶球,传承世界之中的消炎,然后双手赋于身后,望向隔顶,眼中流露出些许羡慕之色。 焚烟老祖也是我焚烟谷的创始人,不过岁月相隔得太久,乃至于很多人都是遗忘,这个曾经震慑整个大陆的巅峰强者。 焚烟,汤火而不由地砸了砸舌,他也是第一次听说过这所谓的焚烟老祖,看来那岁月的间隔的确不短啊。 焚烟老祖很强吗? 唐伙儿有些好奇地问道,对于这位传说中的人物,他似乎非常的感兴趣。 何止强?据我所知,那个时代的斗气大陆有着五位至强者,这五个人代表着斗气大陆最为巅峰的力量,而焚烟老祖便是其一。 五人皆是十里通玄之辈,距离那传说之中的斗地层次,也仅仅只是一步之有。 唐震缓缓地说道,声音之中有着对那个时代的治强者的一种敬畏。 唐伙儿俏美的脸颊之上尽是震撼之色,这个称为不需要任何的修饰,便是能够具备无穷的威压,令得所有人在这个词汇之下都是变得渺小许多。 那其余的四位至强者是谁? 唐震面露沉吟之色,半晌后方才说道, 由于时代久远,其余四个人的具体称谓,我倒是记不太清楚, 但却是能够知道,他们其中有着三个人,分别属于三大势力,古族,魂殿,丹塔。 都是如今真正的顶尖势力呢? 唐伙儿一脸惊叹,玄迹奇怪的问道。 还有一人呢?是哪个势力的?难道是花宗或者天明宗? 唐震缓缓地摇了摇头,眉宇中同样是有些疑惑,说道, 此人好像并不属于如今的中州任何顶尖势力, 不过对于他的名字,我倒是记忆由深, 因为按照祖籍记载,这位至强者与焚炎老祖交情不错, 据说这天火三旋变便是由他创造而出的。 天火三旋变,居然是那位至强者创造而出的。 文言,唐伙儿的小嘴顿时惊讶地微微张开, 一脸的惊恶,有些显得难以置信。 祖籍是这么记载的, 事实真假,岁月相隔太久了, 也是难以考察了。 唐震缓缓地点了点头。 那这位神秘的至强者,叫什么名字? 唐伙儿越发地好奇,连忙问道。 唐震轻覆着胡须,思索了片刻, 方才有些不太确定地说道。 侯相叫做肖、肖玄吧? 唉,我也许多年未曾翻看那些祖籍了, 也是有些记不太清楚了。 在那个年代, 分岩谷的势力可丝毫不比魂殿这些顶尖势力弱。 不过可惜呀, 后来的焚岩谷一直便是未曾在出现那堪比老祖的人物, 因此这名头也是远远落后了魂殿之流。 画到最后,唐震颇为的唏嘘。 萧玄。 唐伙儿从嘴中念叨了一番, 突然悄悄地看了一眼, 一旁闭目的萧颜, 笑道。 萧颜也是姓萧, 莫非与这位萧玄前辈有什么关系不成? 文言唐震也是一证, 玄机哑然失笑, 说道。 这世间姓萧的多如牦牛, 照你这般说呀, 岂不是每一个姓萧的都与那位萧玄前辈有关系? 唐伙儿吐了醋舌头, 这也只是他随意一说而已, 当然也不会真的这么认为了。 不过爹爹, 将萧颜比作我焚炎谷的那位焚炎老祖, 会不会太高看他了? 虽说唐伙儿对于萧颜也是好感不错, 但心中也认为萧颜与那个时代的志强者比较起来, 似乎有着太大的差距。 不要小看此人哪, 我总感觉这个萧颜不简单, 那一手一火火莲看得我都是赞不绝口, 而且他的年龄方才二十岁左右, 居然能够在炼药术与斗气之上, 同时拥有这般傲人的成就, 这等天赋, 即便是你也是远远不及呀。 唐阵目光转向闭目中的萧颜, 眼中的怜爱之色也是大胜了起来, 叹息道, 唐伙儿撇了撇小嘴, 虽然有些不太服气, 但事实他也亲眼见过, 因此也只能嘟吓了一声。 若是萧颜未曾与吴臣交手之前, 他还有把握与之战上一番, 但在见到那火莲之后, 却是涉地地死了这条心, 因为他知道, 面对着那火莲, 恐怕必死无疑。 唉, 这等天赋的年轻之辈, 却不是我分眼骨之人, 你说如何能让人不遗憾呢? 唐阵长叹了一声, 也就不再多说, 绣袍以挥, 将地面上的灰尘扶去, 盘坐而下, 打算在这里等待着萧颜的苏醒, 唐伙儿见状, 也只能坐下来陪着他。 两人的这一坐呀, 便是将近一天的时间, 在这一天之中, 萧颜的身体就犹如雕塑一般, 纹丝不动, 若非其气息依旧正常的话, 恐怕连唐阵都是会以为, 他是否在传承之中, 出现了什么意外的情况。 空旷的楼阁之中, 火红的水晶球, 不断地散发着, 璀璨的红芒, 将楼层照耀得犹如白昼, 而在水晶球旁, 萧颜依旧是保持着, 双手伸出的姿势, 只不过, 此刻的其皮肤上, 似乎隐隐间, 也是有着红芒流转, 看上去颇为的悬疑。 他怎么还没好, 我当初传承时, 才一个小时而已。 汤魂御守托着香塞, 望着那文姿不动的萧颜, 终于是忍不住开口问道, 你当初为了偷懒, 根本就没有将水晶球里面的那些先辈经验, 以及改进全补收纳, 而萧颜却是选择了全盘接收。 唐震淡淡地说道, 等我将那些吸收的经验消化掉后, 不就还能继续吸收吗? 唐伙儿吐了吐舌头, 黑黑笑道, 哎, 真是拿你没办法, 你的天赋也极为不弱, 若是认真一些, 日后焚炎谷的谷主的位置, 定然会是你的, 而且有了足够的实力, 连你讨厌的那些老家伙, 对你也不能再唠叨了。 唐震摇摇头, 极为无奈地说道, 唐伙儿急忙点了点头, 似乎生怕唐震也是继续捞叨下去。 见状唐震更是无奈, 摇了摇头, 神色突然移动, 转向水晶球处, 只见得此刻那里的红狼正在迅速地消散, 而反观萧颜倒是一身红芒, 在过得片刻双眸颤抖间, 居然是缓缓地睁了开来。 醒了? 见到硝烟睁开眼来, 唐震也是连忙站起身来, 笑道。 硝烟的身体愣在原地, 似乎还是在整理着脑海之中, 那多出来的庞大信息。 因此好片刻后, 方才浑身一个哆嗦, 木然的眼中涌上些许生气, 目光转向唐震, 笑着点了点头, 旋即抱拳弓声道, 真的是多谢唐谷主的慷慨心赠了。 硝烟清楚地知道, 杰州这种传承对其必然好处不小, 而他与唐震说起来也并非是关系很好, 但后者对他所做的事情, 也的确是当得起他这般郑重道谢。 对于硝烟的道谢, 唐震却是随意地摆了摆手, 笑道。 天火三巡变的完整修炼之法, 应该都是在你脑海之中了吧。 硝烟笑着点了点头, 心神一动, 脑海之中顿时浮现一篇 玄奥的修炼之法, 正是天火三巡变的完整版, 其中不仅包含了第一遍, 而且还有着第二遍, 第三遍的修炼之法。 终于到手了。 硝烟的心头此刻也是激动异常, 有了天火三巡变, 他的战斗力将会迅速飙升。 天火三巡变虽然能够在短时间内 大幅提升实力, 但所获得的能量却是异常狂暴, 驾驭的时候得倍加小心。 唐震提醒道, 硝烟点了点头, 对于这个他早就知道了, 毕竟天火三巡变的第一遍, 他也是修炼了这么多年, 对于这种狂暴的能量的驾驭, 早已经是得心应手。 既然天火三巡变已经到手了, 那便先出阁吧。 唐震笑了笑, 然后率先行下, 其后硝烟与唐火紧碎而至。 出了斗计阁, 迎面而来的清新空气, 令得硝烟心情也是极为舒畅一下。 唐谷主, 在这里也打扰了不少时间了, 今天硝烟或许便是得动身离开了, 若是以后有什么地方需要在下帮忙的话, 请尽管找我便是。 既然天火三巡变已经到手了, 那么在留在焚炎谷也是没有什么作用, 当下硝烟便是抱拳道。 文言, 唐震有心想要挽留一下, 但最后却是只能叹息了一声, 点了点头, 说道, 唉, 想必你应该也是有要事在身, 那老夫也就不再坚持了。 不过, 你要记着, 天火三巡变, 不要外传。 唐谷主请放心, 硝烟可不是不识食物的人。 硝烟笑着点了点头, 对于这种规矩, 他自然是明白。 唐震笑着笑, 然后拍了拍硝烟的肩膀, 说道, 以后若是有时间的话, 可以来我焚烟谷做客, 只有我唐震还是焚烟谷的谷主, 那你硝烟便是我焚烟谷的贵客。 对于唐震的好意, 硝烟也是微微一笑, 然后对着二人一抱拳, 身形破空而起, 然后直接对着焚烟谷的出口, 迅速夺飞而去。 预知后事如何, 还请您继续收听 《斗破仓穷》第1065章 第一千零六十五章 小一仙消息 一路出了焚烟谷, 硝烟并未过多停留, 直接是对着天空城所在的风位 挤夺而去, 而在赶路之中, 其脑海之中也是不断地回味着 天火三玄变的完整修炼之法。 天火三玄变, 焚烟谷的顶尖秘法, 不过由于这秘法的特殊性, 也是令得人相当的难以 其衡量的级别。 毕竟在一些人手中, 这秘法完全就是废物, 但若是在一切拥有着 多种厉害火焰的强者手中, 所能爆发出来的威力, 绝对能够与其他的 地阶高级秘法相比敌。 而幸运的是, 硝烟则正是这后者, 身怀清廉地心火, 云落心炎乃至古灵冷火的他, 刚好是能够经着天火三巡变施展到巅峰。 也正如唐伙儿所说, 这种秘法, 较犹如是替硝烟量身打造的一般。 三种异火同时爆发, 那所谓的增幅力量必然将会极度的恐怖。 硝烟欲想, 若是他彻底将之爆发的话, 恐怕即便是面对废天, 以及巫神这等级别的老怪, 恐怕也是能够与之正面对抗。 而再不用像以前这般, 光是在他们手中只是十个回合便是相当狼狈。 不过, 天火三巡变的每一次爆发, 所产生的能量都是极为的狂暴。 三变叠加, 更不知道是要达到何种程度。 即便是我如今的身体强度, 怕都是有些难以抵御。 硝烟的脸庞之上, 也是夺过一抹沉吟之色, 毕竟他的身体之内可不是寻常的火焰, 而是身为万火之尊的异火。 由三种异火作为基础的天火三巡变, 恐怕就算是分岩骨, 都是未曾有人达到这般恐怖的程度吧。 毕竟, 即便他们有这能力寻找到三种异火, 但没有焚绝这等奇妙的功法, 谁又有胆量将三种异火同存一体呢? 看来, 我日后练习了完整版的天火三巡变, 也是不能轻易动用啊, 不然的话, 对自己的身体伤害太大。 硝烟轻叹了一口气, 万事有利有弊, 此话当真不假。 不过, 不管如何, 如今的他也算是又多了一种底牌, 日后真的与人对战, 天火三巡变, 也会让得所有人大吃一惊。 想到此处, 硝烟也是逐渐地收回心神, 目光远眺, 只见得那在遥远之处, 隐约地有着一座城市的轮廓, 若隐若现。 也不知道小依仙的事, 柳青他们打听得怎么样了, 他的恶难毒体是不小的麻烦, 毕竟这种毒体拥有的名声可并不算好, 希望他不要出什么事啊。 硝烟低声地自语了一生, 然后速度也是猛然加快, 化为一道鸿芒, 闪躲过天际, 对着那遥远之处的城市急速夺取。 硝烟的身形直接是从天空夺向天皇城之内, 然后在城西的偏僻之所落下身来, 分辨了一下柳家所在的方位后, 便是缓步行去。 十来分钟后, 硝烟便是抵达的柳家所在的庄园之外, 而在他出现后, 还不带他说话, 柳家门前的几位护卫便是连忙营上, 极为恭敬地说道, 可是严肖先生, 这般一幕倒是弄得硝烟一愣, 他却是不知道, 如今的他的名头啊, 可是在这天白城, 传得沸沸扬扬, 所有人都知道, 柳家有着一位达到了七品等级的年轻炼药师。 虽说心中有些纳闷, 但硝烟却依旧是微笑着点了点头, 而见到他点头, 那几名护卫的眼中的恭敬之色, 越加浓郁。 领先的一个人, 连忙让人进去通知柳情等人, 而他则是亲自领着硝烟进入庄园之内。 一路走近庄园没多久, 硝烟便是见到通道尽头, 那急忙匆匆而来的柳情、 林彦等人。 你总算是回来了, 我还以为你在焚烟谷出了什么事呢。 柳情快步而上, 见到硝烟没有什么不妥, 这才大松了一口气, 说道。 硝烟笑了笑, 说道。 哼, 没什么事, 只是在焚烟谷炼制丹药的时候, 耗费了一些时日而已。 啊, 没事便好, 不过最近我们柳家可是因为你而变得热闹了许多呀。 柳情笑道。 哦, 怎么了? 现在很多事例都是因为柳家有着一名七品炼药师, 所以接着想要来跟他们打好关系, 顺便还想与你这位年轻的炼药大师 讨的关系。 哎, 炼药师果然是最为吃香的职业呀。 林燕砸了砸嘴, 一脸羡慕地说道。 哈哈, 的确来过不少, 其中不乏一些实力强横的实力, 他们都是看看能否能够令得你成为他们的门内供奉。 柳情笑着说道。 供奉倒是不必了, 我可不想留在哪里给别人炼制一辈子的丹药。 硝烟苦笑着摇了摇头, 说道。 嗯, 早知道你不喜欢了, 所以全被我们找借口推卸了去, 这种事若是做得不好, 可是挺遭人记恨的呀。 柳情点了点头, 说道。 硝烟微微一笑, 然后将话题转入正题。 哦, 对了, 我上次嘱咐你的事情可有什么消息了吗? 听得这话, 柳情脸色也是认真了许多, 先是将硝烟等人带到一旁的石亭, 众人分围而坐之后, 他方才沉吟道。 嗯, 的确是有了一些消息, 闻言, 硝烟精神也是略微一阵。 你所说的那位新兰, 我想应该是丹玉的柳家的人, 而他的权名则是叫做叶新兰。 叶家? 硝烟念叨了一番后, 手指轻轻地敲打着桌面, 问道。 这个叶家的实力如何? 请强大, 至少远非我柳家可比, 当然, 能够进入丹玉的长老席, 也不是寻常势力能够办到的。 在丹玉之内, 龙蛇混杂, 大陆上的众多强大的势力, 都是在那里拥有着分会。 不过总的来说, 与丹塔有关系的是五个大家族, 而叶家便是其中之一。 不过如今的叶家倒是逐渐的威势, 已经沦落了五大家族之末。 在前两年中, 更是连丹塔的长老席位都是给弄丢了。 若是这般下去, 恐怕连五大家族之末都是待不下去了, 迟早会被其他的势力取而代之。 柳晴慢慢地说道。 听得柳晴所说的话, 萧妍微微点头, 难怪那叶家会将新兰送去嘉南学院, 原来他们的形势已经到了这种地步。 那么加入丹塔的长老席需要什么条件? 萧妍问道, 既然答应了要帮助新兰, 那她自然也是要多注意一点这一方面, 失讯于人的事情, 她倒是不想为之。 这个我就不太清楚了, 但应该很苛刻, 毕竟那是丹塔, 而且想要进入其中, 还必须在丹塔中拥有相当大的人脉。 柳晴苦笑了一声, 说道, 萧妍缓缓点头, 这事情并非很急, 可以慢慢商量。 当下话音一转, 问道, 那你可有小依仙的有关消息吗? 文言, 柳晴迟疑了一下, 方才说道, 你说的那个小依仙, 是不是拥有着传说中的恶难毒体? 听得这话, 萧妍心头顿失意紧, 面上点了点头, 沉声道, 对啊, 怎么了? 我这段时间派了不少人前去打探丹羽的消息, 如今那里传得最为沸沸扬扬扬的事情, 便是与这个小依仙有关, 因为它携带着那传说中的恶难毒体。 恶难毒体, 这种令人闻风丧谈的诡异体质当年中周也发生过, 无一例外的都是引起了巨大的灾难, 原本以为这种毒体如今已经灭绝了, 但却没想到, 如今又出现了。 在提起恶难毒体时, 即便是连柳情的美与之间, 都是有着一抹恐惧的味道。 那它现在人在何处? 萧妍低声地问道, 对于小依仙, 或许是因为它那凄惨的身世, 以及毒体的缘故, 它一直都是有种特殊的关乎。 而这些年后者也是一直陪在他身旁, 不管他面临的何种困难, 也是不离不弃。 在他的心中, 早已经将萧妍当作了可以无条件信赖的知己。 而对于这些, 萧妍同样异常清楚。 因此, 为了帮助他脱离恶难毒体的痛苦, 也是一直想尽办法地帮助他。 如今若是他出了什么变故, 萧妍自然是必须出手。 他的确切的风味我也不太清楚, 如今丹羽中有着不少的势力都是在寻找他, 因为他们都知道, 一旦恶难毒体爆发开, 将会引起何种的可怕的事情。 望着萧妍的脸色, 柳晴也是明白了一些, 当先沉演了一下, 又是说道, 而这些势力之中, 以冰河谷的人搜寻得最为疯狂。 冰河谷? 文言消炎脸色也是一变。 嗯, 据我所知, 这冰河谷素来对那些特殊的体制格外感兴趣, 他们寻找小依心, 或许是因为也对恶难毒体有了心思。 柳晴郑重地说道, 一旁的林彦随后也是沉生道。 而且呀, 据打听而来的消息, 前段时间那小依心便是与冰河谷的强者交过手, 然后最后逃顿了, 但应该也受了不轻的伤, 不然的话, 不会销声匿迹这么久。 消炎听了这些话之后, 缓缓点头, 面色却是逐渐地阴沉了下来, 没想到分开了这些时间, 居然发生了这种事情。 冰河谷? 拳头紧握, 消炎眼中夺过一抹阴狠的杀意, 若是小依心出了什么意外, 那她定要让这个冰河谷付出血液般的代价。 预知后事如何, 还请您继续收听《斗破仓裙》第1066章 第1066章 展至中语 见到消炎那阴沉的脸色, 柳青也是能够猜到, 这个所谓的小依心, 恐怕与之有着相当复杂的关系。 消炎, 你打算怎么办? 冰河谷的实力不迅速于焚烟谷, 谷中高手如云, 极难对付。 林燕也是感受到消炎心头的杀意, 脸庞变得凝重许多, 问道, 我要去一趟丹羽, 新兰与小依心以前一直在那里, 或许他会知道一些消息, 至于你们便还是留在天皇城。 消炎对维沉隐说道, 我跟你一起去吧, 我对端羽也还是有些熟悉的。 林燕连忙说道, 消炎摇了摇头拒绝了林燕的好意, 他没想到恶难毒体在这中轴, 居然会引起这么大的骚动。 如果他要包住小依仙的话, 难免会招惹来不少的敌事, 林燕跟在自己的身旁并没有什么好处。 你便担在柳行这里吧, 这事你帮不了太太大忙。 拍了拍林燕的肩膀, 消炎说道, 望着消炎那认真的脸色, 林燕虽然颇为补肝, 但迟疑了一番后, 也只能点了点头。 他同样知道, 以自己这斗黄级别的实力, 根本不可能给予消炎太大的帮助, 甚至说不定, 还会成为前者的累赘, 所以他也并未在坚持。 既然你有了打算, 那我也就不再劝你了, 我会派人留意忠誉, 若是有了小一仙的消息, 便显办法送到你的手中。 柳行见到消炎已经打定了主意, 也就不好再多说什么, 从那节中取出一张地图, 递给消炎, 说道, 这是忠誉的地图, 而叶家便是在其中的叶城, 你若是想要寻找那叶新兰的话, 便可以去这里。 对于此, 消炎倒是未曾拒绝, 点了点头, 将地图接过, 有了这东西, 也可以避免他在中雨迷失方位。 那你准备什么时候动身? 见到消炎收下地图, 柳行又是问道, 现在消炎沉声道, 如今小一仙生死不知, 她也实在没有什么心情在这里过多停留, 她必须尽快地找到新兰, 从她那里得到与小一仙有关的消息。 文言, 柳行张了脏嘴, 只能苦笑着点了点头, 说道, 行吧, 我马上让人为你安排空间重动。 说完她一招手, 将一名护卫叫来, 低声吩咐了几句, 然后那护卫则是迅速告退。 记住, 再终于尽量小心一点, 那里龙蛇混杂, 其中不乏极为难缠的强者, 若真是遇见麻烦, 便来听皇宠, 即便我柳家实力不强, 但也会尽力保你。 见到飞奔而退的护卫, 柳行也是转过头, 对着消炎郑重地说道, 听得这话, 消炎那阴沉的脸庞之上, 也是浮现一抹笑容, 微微点了点头, 虽然她也知道, 这种事情根本不可能出现, 即便真的, 有了连她自己, 都是解决不了的麻烦, 即便来这天皇城, 也只能把这横火引向柳家, 而不会有其他的半点作用。 天皇城中央地带的巨大广场, 空间重动缓缓旋转, 一股股惊人的空间波动, 不断地从中散发而出。 在空间重动面前, 消炎从柳行手中接过, 一个巴掌大小的银色小船, 然后对着后者等人一抱拳, 笑道, 等我将这些事情解决之后, 有时间定然再回天皇城。 这里到中雨, 还有这五天左右的路上。 柳行笑了笑, 然后手掌拍了拍消炎的肩膀, 笑道, 保重, 另外, 可不要丢了嘉南学院的脸, 要知道, 你可是内运这么多年来, 最为出色的学员。 放心, 不管怎么样, 我也不会丢嘉南学院的脸的。 消炎一笑, 对着柳青梨燕等人, 郑重一抱拳, 说道, 保重。 话音一落, 消炎不再迟疑, 转身便是行进空间虫洞之内, 那背影倒是显得格外的洒脱。 望着消炎那逐渐消失在空间虫洞之中的背影, 柳青与林燕皆是轻叹了一口气, 对视了一眼, 苦笑一声, 他们知道, 消炎此行恐怕将会在中雨, 掀起不小的风云。 唉, 这个家伙, 不管我们怎么追赶, 他都一直在我们面前呢。 遇见这种妖怪, 对信心的打击, 还真是不小啊。 散发着璀璨银芒的空间通道之中, 消炎盘坐在空间船的船头, 脸色显得异常凝重。 他也是有着一些预感, 此次前往中雨, 恐怕必然不会轻松。 恶难毒体在中州所引起的骚动, 有些出乎消炎的意料, 而且其中也不乏一些浑水摸鱼之辈, 比如那所谓的冰河谷。 消炎知道, 一些特殊的体质, 总会引来一些家伙的窥视, 就比如当年在加玛帝国的青年一般, 这个小女孩拥有着连药脑, 都是为之震惊的所谓碧蛇森花筒, 而也正是因为这个方才招惹来那墨家的爪牙。 青林 想到此处, 消炎拿怀之中也是不由地浮现出当年, 那总是窃窃地跟在自己身旁, 叫着少爷的小女孩, 不知道如今的她怎么样了。 不过按照药老所说, 她在天蛇府待得比其他任何地方都是要好, 想必经过这些年, 当年那窃窃的小女孩也定然会出落得水落洞人了吧。 不过现在还是要将小医仙给寻找到啊。 缓缓地收回飘远的心绪, 消炎深吐了一口气, 她即将面对的可是一片相当残酷的局面。 不提那些想要抓住小医仙, 在恶难毒体提前爆发前将之毁灭的势力, 光是那别有用心的冰河谷, 便是足以令得消炎打起十二分的精神。 能够与焚炎谷, 阴谷并列为三谷, 这冰河谷的实力必然也比风雷格更强, 所以若是消炎不准备充分的话, 恐怕这一次, 它将会彻底地栽在中雨之内。 等到了中雨, 要尽快地想办法凑齐药材, 帮助天火尊者将躯体炼制而出。 到时候有了一名窦尊强者相助我的话, 即便是面对冰河谷这等势力, 也是多了一些把握, 而且那些受火的收集也得提升速度了, 不然现在的化身火, 仅仅只能供我施展一次的毁灭火莲。 硝烟眼神急速闪烁, 此次他面对的局面, 恐怕是这些年当中最为严酷的一次, 因此他必须全力以赴。 天火三玄遍后面的两遍, 也需要在这几次的赶路中开始修炼了。 虽然时间紧迫, 但好在此次是接受了传承, 不然即便是我, 也是难以在这般短暂的时间中将之初步掌握。 深吸了一口气, 硝烟面色也熟见得变得冷酥, 然后缓缓闭上双眼, 脑海之中, 一篇悬意的修炼之法再度浮现而出。 突如其来的这般变故, 令得硝烟确切地感受到实力的重要性。 冰河谷在他的面前, 就犹如一个难以超越的旁人大物一般, 以其现在的力量, 想要将之撼动可是相当不容易。 所以, 硝烟必须记一切的可能之性, 令得自己的底牌, 乃至实力越来越强。 空间通道之中, 时间如指尖沙一般地迅速流逝。 而在这赶路的几天时间中, 硝烟的心神也是完全地沉寂在, 那天火三旋变的修炼之法之中。 这套秘法, 本来修炼起来就颇为的困难。 不过好在, 硝烟也是修炼了这么多年, 对其早已经是了如指掌, 再加上接受了传承, 在那焚炎谷的众多先辈的经验下, 也是令得他将一些修炼途中的弯路子, 尽数地给跳了过去。 而在这种种的优异条件下, 硝烟修炼天火三旋变的进展, 也是异常神索。 五天时间在这修炼之中, 几乎是眨眼变过。 当一次硝烟从修炼中睁开眼来时, 便是刚好见到那遥远之处的银色光圈, 那里有着浓郁的空间波动, 满意而出。 要到了吗? 望着那银色光圈, 硝烟拳头也是猛然紧握, 漆黑双眸, 缓缓涌上一抹三冷。 深深地将压抑在心头的一口气吐出, 硝烟豁然站起身来, 身体之上流转的碧绿色银光, 缓缓地收敛入体。 空间船犹如一抹银色光芒般, 闪电般地划过通道, 几个眨眼间便是接近了光圈所在的位置。 而在那等剧烈的空间波动下, 其船身也是迅速地颠簸了起来。 这种颠簸, 硝烟并不在意, 面色平淡, 操控着空间船搜的一声, 闪躲而出。 几个眨眼间, 那银色光圈便是近在之时。 西黑眼瞳之中, 银色光圈越来越璀璨, 硝烟拳头也是骤然紧握, 眸中寒芒闪烁。 空间船化为一道银芒, 扑的一声便冲进银色光圈, 然后消失不见。 终于, 我硝烟来了。 预知后事如何, 还请您继续收听 《豆破仓群》第1067章 第1067章 夜城 这里是一片巨大辽阔的石台, 石台通体由雪白的岩石所住。 而特别令人感到惊讶的是, 这片石台居然是高达将近百米, 而支撑它达到这般高度的, 赫然便是旗下出来根巨型石柱。 石柱支撑着石台, 犹如青天之柱一般, 远远看去, 显得极微的巍峨壮观。 这片石台之上的空间 与别的地方也是极微不一样, 这里显得格外的紊乱, 那一大片的空间极度的扭曲, 甚至隐隐间 还有着一些漆黑裂缝蔓延而出。 这片扭曲的空间 不断会有着荧光泵射, 而每一次荧光的书线, 便是会有着不少人影 从空间之中被吐出, 然后落在下方的石台之上。 这里居然是一片 空间蟲动传送的集中点。 扭曲的空间处 又是一道银芒闪烁, 一道消瘦身影 自其中闪躲而出, 旋即脚掌在虚空轻点, 徐徐的落在石台之上。 这被扭曲空间吐出的人影, 自然便是那从天皇城赶来的消炎。 在落地之后, 他也是轻轻松了一口气, 目光扫过四周, 特别是在见到那高耸的石台后, 眼中也是不由得浮现一抹惊讶。 这里便是终于吗? 果然不愧是道银大陆的中心, 光是连虫动的传送点都是这般大气。 目光在那热闹的石台上扫过, 小岩发现了不少 身穿炼咬师袍服的身影, 当下暗暗砸舍。 不愧是丹羽, 在别的地方, 颇为罕见的炼咬师, 到了这里, 却算不上什么罕见了。 终于最新消息, 冰河谷开出天价, 寻找恶难毒女。 若是有能够提供其方位者, 便是能够将冰河谷的天价悬赏收入囊中。 就在硝烟心中暗探间, 一道突然在石台上响起的吆喝声, 确实令得他脸色微微一变。 旋即偏过头, 目光顺着声音传来的声音望去, 只见得一名身材弱小的男子正捧着一叠报纸, 然后将这报纸贴在石台之上的一些石柱上。 此刻这人身旁正围拢着不少好事者, 显然是对此人口中的所谓恶难毒体有些感兴趣。 硝烟脸色略微有些阴沉, 这所谓的恶难毒体相比应该便是说得小医仙了。 只是没想到, 那冰河谷为了寻找到他的踪迹, 居然花费了这一般心思。 眼神微微闪烁, 硝烟也是环步走进那名弱小男子, 手掌一驱, 一股犀利涌出, 便是将后者手中的纸张湿入手中, 眼睛一瞥, 上面画了一张女子的头像。 虽说看上去略微有点模糊, 但硝烟一眼便是看出了, 纸上所画的, 赫然便是小医仙。 这位小兄弟应该是心道丹育的吧, 此女子啊可是传说中的恶难毒体, 前一段时间再终于引起了巨大的骚动, 不少势力联手阻杀, 都是被他逃脱了。 那名瘦小的男子冲着硝烟有些颤媚地笑道, 他虽然实力不行, 但眼力倒是俱备的, 一眼便是能够看出, 面前的这位年轻人, 不是他能够招惹得起的。 握着纸张的手掌微微紧了紧, 硝烟目光转向面前的男子, 淡淡地说道, 据说冰河谷的人前段时间与他交过手, 在说这话时, 硝烟随手丢出一袋金币, 瘦小男子满脸惊喜地接过钱袋, 脸庞上的颤媚更甚, 连忙说道, 哎, 这位爷说得没错, 半个月之前, 冰河谷的强者找到了恶难毒女, 那场大战可是相当惨烈, 冰河谷出动了冰老, 冰服两名长老, 嘿嘿, 这两位在中狱可是名头不小, 实力皆是在六星斗宗左右, 眼皮抖了抖, 硝烟的声音也是浑浑地变得低沉, 问道, 那结果如何? 冰河谷出动的强者不少, 但那恶难毒体也不是省油的灯, 居然是在冰河谷的围剿之中杀了不少的人, 并且还从冰老兵服两名长老手中顺利逃生了, 不过据消息得知, 恶难毒女虽说逃出了围剿, 但也是中了两名长老的天兵悬掌, 如今已经是身受重伤, 所以冰河谷四处搜寻, 给出了天价悬赏, 只要提供一些有用的消息, 便是能得到这些悬赏。 那名寿教的男子黑黑笑道, 硝烟微微垂下漆黑的眼眸之中, 含义更甚, 缓缓地说道, 当时冰河谷围剿恶难毒女是在什么地方? 哦, 是在北方的陆河神剑, 不过如今那里基本上是被冰河谷的人包围了, 他们怀疑恶难毒女并未走远, 但经过这么久的寻找也没什么消息。 那个男子老实地回道, 抓捕恶难毒女的难道只是冰河谷? 原本呢, 是有不少势力要出手的, 但后来冰河谷被恶难毒女杀了不少人, 因此他们也是放出话来, 一定要将恶难毒女擒住, 别的势力因此也不敢出手, 所以现在的忠誉, 再坚持不懈地捕杀恶难毒女的, 也就冰河谷了。 硝烟表情默然地点了点头, 手掌之上的纸张扑的一声, 化为一团灰烬飘露而下, 而且也是豁然转身, 对着石台之外行去。 走到石台边缘, 硝烟从那节中将柳情所赠的地图取出, 仔细地查看了一番, 辨明方向, 然后目光转向北方, 低声自语道。 不管是洛神剑还是夜城, 都是在这个风味, 不过夜城最近, 一天之内应该便是能够赶到, 看来我要加快行程了, 照先前那个人所说, 小一仙此刻的情况, 恐怕并非很好。 想到此处, 硝烟的心头便是杀意永胜。 小一仙的实力, 即便是掀开了恶难毒体的封印, 也顶多只能与一名六星的实力斗宗抗衡, 但若是对方两名六星斗宗的话, 那他必然不会是他们的对手。 这个冰河谷为了擒住小一仙, 看来也是使尽了手段啊。 冰河谷, 若是小一仙有什么三长两短, 我硝烟便与你们势不两立。 漆黑眸中杀意涌动, 硝烟脚掌猛的一跺地面, 身形暴夺身空, 玄机化为一道鸿芒, 对着北方天际闪电般的夺取。 夜城距离硝烟所处的地位并非很远, 也就一天左右的路程, 不过在中途时遇见一些城市时, 硝烟也是有所停留, 因为他需要收集售货。 不过不得不说, 丹羽不愧是中州乃至斗际大陆的中心, 这里的一切东西都远比外面更加容易寻找到。 当然, 前提是你必须拿出足够的金钱, 或者别人中意的换取之物。 一路而来, 硝烟停留了五座城市, 收获却是有些出人意料的丰富, 光是售货, 它便是弄到了十二种。 而且, 炼制躯体所需要的材料, 也同样是被找到了不少。 这种满赞而归的收获, 倒是令得硝烟那阴沉的脸色, 略为松缓了一些。 赶路中, 硝烟也是抓紧一切的时间将那些弄到手的瘦火, 除了将其中一些颇为奇异的瘦火留作备用之外, 其他的则是被其尽数裂入体内, 然后逐渐地融入体内那丝化身或火种之中, 令得火种迅速扩展。 戴德硝烟将最后一种瘦火也是融入火种后, 那远远的天边一座深绿色的庞大城市, 也是奄奄地浮现而出。 这座城市坐落在一片平原之上, 在城市周围则是一片聪裕的森林, 一条条通天大道从森林之中蔓延而出, 然后延伸至视线尽头。 到了吗? 望着那坐落在森林之中的城市, 硝烟也是松了一口气, 循迹新神移动,速度再度猛然加快。 夜城这里的主宰者便是那曾经显赫丹玉的夜家。 当然, 如今的夜家却是早已不负当年的荣光, 但却即便如此, 受此的骆驼比马大, 这夜城之中依旧是没有什么势力敢挑衅夜家的权威。 身为这个城市的主宰者的夜家, 则是盘踞在城市最中心的地带, 那里千米之内, 尽是夜家庄园所在, 平日寻常人禁止入内, 而其中的防御也是显得格外森严。 当然, 这也只是对寻常强者而言。 我绝对不会嫁给曹丹那个混蛋。 此刻, 夜家的议事厅中正在发生着一些争吵, 一名身着蓝衣的女子正怒声道, 那张精致的俏脸此刻布满着怒火。 胡闹! 议事厅之中, 一名轻衣老者脸色一沉, 说道, 如今家族是什么情况, 你不是不知道? 曹家也是五大家族之一, 与我夜家正好是门当户对, 而且曹丹更是曹家难得一遇的炼药奇才, 嫁给他, 不仅能令得夜家免除掉, 出五大家族的危机, 还能为你寻找个好人家。 即便真让我嫁给曹丹, 难道便以为能够解决危机吗? 曹家狼子野心, 早就想侵蚀我夜家, 这般做, 不过是羊入虎口而已。 来一女子怒声道, 她的话, 另得那名轻衣老者一致, 悬寂沉声道, 这不行, 那你给我说说能怎么办? 难道靠你嘴里的那个什么嘉南学院的天才来拯救不成? 你也太高看了别人, 我夜家的危机不是随随便便的一些阿妈窝狗能够挽回的, 而且你说了那人那么久, 可曾见过他, 我想那人恐怕早已经逃得没影了吧, 极有胆量, 燃脂这等事。 文言, 蓝衣女子也是一致, 一时间居然是想不到话来反驳。 阿妈窝狗也同样没兴趣, 来帮你解除什么危机。 就在蓝衣女子无话可说间, 一道冷漠的声音, 却是突然地从大厅之中响起。 熟悉的声音盘旋在耳边, 蓝衣女子先视一正, 旋即满脸狂喜地转身, 望着那在大厅门口, 缓缓浮现的一道年轻身影, 惊喜地失语道。 肖炎大哥? 欲知后事如何, 还请您继续收听 《斗魄苍雄》第1068章 第1068章 叶家 大厅门口一道鬼魅身影 缓缓浮现, 淡漠的目光扫过大厅之中的众人, 然后顿在那名蓝衣女子身上, 面色略缓, 但声音却依旧是透着一分阴沉, 《新兰》为何会发生这种事? 蓝衣女子赫然便是带肖炎等人前往中州的新兰, 而听得肖炎此话, 自于是明白她说什么, 却要脸一暗, 第一声道, 对不起。 见到新兰那安然的脸色, 萧嫣也是逐渐地冷静了许多, 她的实力并不强, 而且如今这叶家, 看上去似乎也并好不到哪里去, 即便新兰能够劝动他们出手帮助小一心, 恐怕他们也是没那能力。 你是谁, 究竟敢胡乱闯我叶家? 新兰的声音刚刚落下, 大厅之中的一名老者, 脸色便是突然一沉, 站起身来, 对着萧嫣怒声道, 在其周围, 还有着一些叶家的长辈, 他们同样是怒视着萧嫣, 一些略显年轻的后辈, 则使目光透着些许幸灾乐祸。 虽说如今叶家是为, 但也并非是随便什么人都能够前来挑衅的, 更何况还是一位年纪跟他们相差不多的矛头小子。 萧嫣看了一眼老者, 只是一名一星斗宗而已, 看他所在的位置, 应该在这叶家身份不低, 但萧嫣却并未对其有所理会, 这大厅之中, 唯一令得他能够提起精神的, 便是守卫的那名轻衣老者, 看其周身那满意的磅礴斗气, 想必应该是一名六星斗宗。 跟我走, 带我去找他。 萧嫣目光盯着新兰, 第一声道, 闻眼新兰一咬银牙, 然后用力地点了点头。 他将小一仙二人带掉中轴, 但却并未给他们相应的保护, 反而在小一仙落入险境时, 毫无出手之力。 你这个小辈, 放肆。 被萧嫣无视, 先前怒吓的那名老者, 脸旁的怒火更盛, 手掌狠狠地一拍桌面, 只听得砰的一声, 坚硬的桌子被爆裂成一地的坟墨, 拳技袖跑一挥, 身子后面的椅子便是带起一股狂猛的劲力, 对着萧嫣飞尸而去。 萧嫣面无表情, 而当木椅在进入其周身帐序距离时, 却是听得扑的一声门响, 毫无预兆地化为漆黑色的灰烬, 飘飞而下。 见到这一幕, 大厅中不少人在脸庞都是闪过一抹诧异, 显然并未料到, 那位看上去年纪轻轻的小子, 居然还有这么一手。 原来是有两把刷子, 难怪赶来我叶家放肆, 不过今天老夫倒是要教教你这后辈, 什么叫做敬老。 乔得木椅诡异的焚毁, 那老者双眼熏眯, 冷笑了一声, 眼中的怒火更盛, 旋即脚掌一跺地面, 身形闪电般地对着硝烟暴躲而去, 干枯的双掌之上, 有着一股诡异的绿色火焰涌出。 四长老, 住手。 亲蓝见到这老者居然说动手就动手, 翘脸也是浮现一抹苍白, 急忙说道。 然而对于他的声音, 那四长老却是理也不理, 他性格呀本就有些暴躁, 如今野家面临这等境地, 更是令得他烦躁。 如今一个不知道从哪里冒出来的猫头小子, 居然都是敢跳到他头上来了, 这如何令得他不怒? 萧炎大哥, 快走。 见到四长老并未停手, 新蓝连忙转向萧炎, 急声道。 叶家如今虽说情况不太好, 但两三名斗宗强者还是能够拿得出来的, 若今天他们真是想要抓住萧炎, 恐怕以后者的能力还真是难以逃生。 对于新蓝的叫声, 萧炎同样是未曾理会, 双眼望着那携带着一股炙热进去, 一风而来的老者, 漆黑毛中也是夺过些许寒意。 这段时间, 他同样也是因为担心小一仙的处境而心境不佳, 这老家伙算是真正的撞在了他这枪口上了。 小子, 等我将你擒下, 再将你送到长辈面前, 让他们好好管教一下。 四长老身形一闪, 便是在众多看好戏的目光中出现在萧炎面前, 手掌猛然紧握, 一团碧绿色的火焰熊熊燃烧, 然后一拳狠狠回出。 这一拳并没有丝毫的花哨, 但那股磅礴的尽力, 却依然是带起一道低沉的阴宝之声。 泛着火焰的拳头, 在漆黑的眼眸中迅速放大, 旋即萧炎手掌倾台, 然后栩栩弹开。 在大厅之中所有的目光注视下, 叶家四长老那泛着绿色的火焰拳头, 直接是精准地轰击在萧炎手掌之上。 然而, 还不带一些人欢呼出声, 便是脸色僵硬地发现, 那身形消瘦的青年, 既然连身体都是未曾颤动。 而且, 四长老拳头之上的那团绿色火焰, 在一接触到萧炎掌心时, 居然便是犹如遇见了什么可怕。 怕得东西一般, 在一道道木凳口袋的目光中自动熄灭。 整片大厅都是在此刻变得安静了下来, 那些原本幸灾乐祸的叶家族人, 此刻更是面面相去, 眼中有些难以置信的味道。 四长老虽说并非是叶家最强者, 但好歹也是一名斗宗强者, 面对着他如此强力的遗迹, 即便是放眼叶家, 能够如此轻易接下来的人, 也是曲折可数。 管教的话, 你还不够资格。 萧炎微微抬眼, 目光淡默地看了一眼, 身前那脸色巨变的老者, 嘴角掀起一抹冰冷笑容, 掌心半旋, 旋即猛然一阵。 掌心一阵, 一股极其狂暴的可怕尽力, 顿时如潮水一般地, 自硝烟手掌之中涌出, 然后尽数传进那叶家四长老体内。 蕴含着一伙的劲道, 几乎是摧枯拉朽一般地, 将四长老体内的防御尽数摧毁, 而且脸色也是瞬间惨白, 身体如遭受重击一般地倒飞而去, 然后重重地落在大天一根巨柱之上, 一股烟红的鲜血在众人的惊悍目光中被喷得出来。 望着那吐血软倒的四长老, 原本安静地打厅, 更是变得死寂下来。 即便是心蓝, 玉手也是忍不住地, 掩上了小嘴, 一脸的震撼。 他以前便是知道, 萧炎能够与斗宗强者一战的实力, 但那时候的萧炎呢, 也是不可能仅仅一掌, 便是将一名斗宗强者震得吐血倒飞啊。 这才一年时间不到, 他居然已经是强到了这种地步。 新兰目光盯着萧炎那张漠然的脸庞, 眉目中涌现一抹热切。 叶家败落成这般模样, 并非是没有道理。 缓缓地收回手掌, 萧炎瞥了一眼倒在地上的四长老, 然后环顾一圈大厅摇了摇头, 目光转向新兰, 说道, 跟我走。 新兰, 跟我走。 站住! 萧炎声音一落, 又是两道怒吓响起, 旋即两名强者再度站起身来, 这两人已是大厅之中两名斗宗强者, 实力比起先前那人强上一些, 应该是在三星斗宗左右。 这次站起来的两人, 倒是并没有那四长老般鲁莽, 而是怒视着萧炎, 两人身形一动间, 将萧炎的退路给封堵住。 这位小友, 这里是我叶家, 你无故闯入不说, 如今更是伤我族中长老, 此事怕是有些说不过去吧, 虽说我叶家如今是威, 但也容不得这般被人欺凌。 大厅守卫, 那位自萧炎出现之后, 便是未曾说话的轻衣老者, 此刻终于是缓缓开口, 沉声说道, 见到这位轻衣老者开口, 大厅中众人的脸色皆是微微一喜。 作为如今叶家的顶梁柱, 即便如今叶家越来越没落, 但前者在这单语之中, 还是拥有着不晓的名声。 新出手的人并非是我, 而且我身有要事, 新兰现在必须跟我走, 你若是要追究什么, 那现在可没有时间奉陪。 硝烟目光也是转向守卫的轻衣老者, 说道, 这个小子好空旺。 此花一出, 那两名拦住退路的叶家老者, 脸色也是一沉, 怒声道, 轻衣老者的面色, 也是略微有些不太好看, 说道, 新兰是我叶家之人, 可不是你说能带走就带走的。 大长老, 萧炎大哥便是我所说的男人, 有他相助, 一定能够帮叶家再次进入丹塔长老席。 新兰似是怕叶家与硝烟之间的关系闹得太僵, 当下急忙说道, 听得新兰此话, 那轻衣老者也是一挣, 宣记略微皱着眉头看了硝烟一眼, 眼中有着些许失望。 如此年轻的年纪, 怎么可能真的如新兰所说, 是叶家的拯救者? 你不用多说了, 此事我自由主张。 轻衣老者淡淡地说道, 宣记看着硝烟, 又是说道, 这位小友, 若你真是新兰请来的帮手, 那便请暂时在我叶家多停留一番, 也好让我们尽地主之遗, 可好。 这话说得漂亮, 但其含义却依旧是想要把硝烟给留下。 硝烟脸旁浮现一抹冷笑, 目光盯着轻衣老者, 说道, 对于帮助你叶家, 我没什么兴趣, 若非是因为新兰的缘故, 我根本就不想来此处, 而且现在我有钥匙, 没时间在这里跟你耗着玩, 新兰必须现在就跟我走。 见到硝烟丝毫不肯让步, 轻衣老者的眼中也是浮现一抹怒火, 脚步缓缓前踏一步, 说道, 既然如此, 那便让老夫来试试, 你能否有这本事与资格? 预知后事如何, 还请您继续收听《斗破仓裙》第1069章 第1069章 去向 望着那站起身来的轻衣老者, 硝烟脸庞之上也是夺过一抹阴沉之色。 快走! 新兰的脸色同样是一变, 急忙转头对着硝烟说道。 似是听到新兰的话语一般, 那堵住硝烟退路的两名长老, 体内斗起也是缓缓涌动, 脸庞上亲着一抹冷笑。 你若真是新兰的朋友, 便请在业家略作停留, 我们或许还可以好好商议一番。 轻衣老者目光紧紧地盯着硝烟沉声道, 硝烟面无表情, 如今他心中时刻都是记挂着小一仙的处境, 哪还有时间管他什么狗屁业家。 新兰, 跟我走! 目光转向新兰, 硝烟说了一声, 然后便是直接转身, 对着大厅之外行去。 至于那堵住门口的两名业家长老, 则是完全被他给无视了去。 硝烟的这番举动, 也是新兰有些吃惊, 望着前者的背影, 他知道, 若是自己不跟去的话, 恐怕硝烟也不会再理会以前他答应的那些承诺了。 想到此处, 新兰脸颊上闪过一抹挣扎, 旋即猛地一咬眼牙, 转身紧跟而去。 放肆! 两名堵在门口的叶家长老, 见到硝烟这般嚣张的举动, 脸庞上顿时涌上一抹怒气。 一声冷喝, 两人齐齐出手, 蕴含着澎湃尽气的手掌, 闪电班德对着硝烟肩膀抓去。 面对着两名三星斗宗出手, 硝烟确实面色不变, 屈指一弹, 一片银芒闪烁, 寻际一道颜色身影, 突兀的浮现。 两名长老那犹如鹰爪一般的锐利手掌, 闪电般的夺揽, 然后重重地落在那颜色的身影之上。 双方接触间爆发出一阵金铁声响, 以及四箭的火花。 这一接触便是令得两名长老脸色一阵巨变, 然而还不带他们后退, 一对颜色拳头便是带起一道残药, 从银芒之中穿透而出, 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狠狠地落在两人胸膛之上。 银色铁拳并没有带起如何磅磅的斗气, 可当他落在两名长老身体上时, 却是爆发出惊人的杀伤力。 两名长老身体直接是如断信的风涨一般倒飞而去, 然后被震出大厅, 两口烟红鲜血也是紧跟着喷了出来。 望着那突然间被震飞出大厅的两名长老, 大厅内顿时又是一片寂静, 不少人皆是暗中咽了一口唾沫, 一道道惊骇的目光, 皆是停在了硝烟身旁的那团银芒中。 而随着银芒的逐渐消散, 一道银色身影缓缓出现。 这是最后一次, 下一次不会再流情。 背对着叶家众人, 硝烟的声音之中, 擒着些许冰冷的沙翼。 这些人三番四次的阻拦, 的确是已经逐渐地将其耐心消耗而光。 守卫处的轻衣老者, 阴沉的脸色缓缓地变得凝重, 目光死死地盯着硝烟身旁的那纹丝不动的颜色人影。 从后者身上, 他感觉到了一种危险的味道。 如今的低妖魁, 在吸收了那焚烟骨的那次丹雷后, 无疑又是又强化了许多。 按照硝烟的猜测, 他应该是能够与一名七星斗宗正面相抗。 而这位叶家的大长老, 也不过只是六星斗宗而已, 根本就不会是低妖魁的对手。 这是傀儡? 目光顿在低妖魁身上片刻, 轻衣长老终于是发现了什么, 眼瞳微微一缩, 寻尽目光骤然转向硝烟, 缓缓说道。 硝烟并未回答, 袖袍一挥, 便是再度将低妖魁收入纳戒中, 说道。 现在我可以带新兰走了吧。 轻衣老者眉头紧皱, 目光紧盯着硝烟。 这个神秘的青年, 不仅年纪轻轻, 便是达到了斗宗层次, 而且还拥有着这等恐怖的傀儡, 看来背景不弱呀。 难怪新兰在说他时, 会那般的具有信心。 老夫叶家大长老叶仲, 这位小友可是名叫硝烟。 冲着硝烟拱了拱手, 轻衣捞着脸庞上的阴沉之色, 也是缓缓收敛。 硝烟所展现而出的这些力量, 足以震慑如今的叶家。 因此, 他在说话间, 也是比先前客气了许多。 硝烟点了点头, 也并不想过多停留, 抬起脚步便是行出大厅。 其后, 新兰略作迟疑, 偏头对着叶仲说道, 大长老, 等硝烟大哥将事情解决后, 我会回来的。 说完他也是连忙跟上, 见状叶仲张了张嘴, 只能叹息了一声, 不再说话, 任由二人离去。 那先前被硝烟一掌击溃的四长老, 此刻也是爬了起来, 望向叶仲。 叶仲摆了摆手, 叹道, 唉, 算了, 让他们去吧, 这个硝烟或许的确不是寻常人, 说不定这一次, 叶家还真是要倚仗他呢。 不可能吧, 他虽说实力很强, 但想要让我叶家重新计入丹塔长老戏, 这点实力可还远远不够, 将希望寄托在一个不熟悉底气的人身上, 是不是有些…… 那四长老迟疑了一下, 说道, 没办法呀, 如今不少有实力的势力都是盯着我叶家, 若是再没什么举措的话, 恐怕叶家就真的完了。 叶仲摇了摇头, 无奈地说道, 现在便希望这个名叫做硝烟的青年, 真的有新兰所说的那般本事吧, 而且今天之事, 恐怕也让得他对我叶家缺乏好感。 唉, 这也是有些头痛的事啊。 带着新兰走出了叶家后, 硝烟便是一把抓住其手臂, 直接对着城外飞躲而去, 片刻后, 方子在城外的一处山顶上停下。 小一仙的事情你应该知道吧? 在山顶上落下, 硝烟便是沉声问道。 新兰微微点了点头, 背驰咬着红唇轻声道。 当初, 我与小一仙姐姐, 还有子言, 顺利地出了空间重动, 然后花了几个月的时间, 才来到了丹狱。 在抵达丹狱时, 小一仙姐姐却是因美貌缘故, 被一个名为玉仙门的邪恶势力盯上。 然后小一仙姐姐一怒之下, 将其尽数击杀, 但那荷环门的门主也是一名斗宗强者, 虽说最后还是葬生在了小一仙姐姐手中, 但她也是受了一些伤, 刚好造成风云松动, 恶难毒体的爆发, 然后就被人发现了。 在丹狱, 恶难毒体, 便是灾难的代名词, 因为以前就曾经有过恶难毒体爆发而造成的灾难。 因此, 这一次恶难毒体, 刚刚被传出去, 便是引来了众多势力的围剿, 其中以冰河谷最盛。 但他们所为的, 却并非是想要将恶难毒体毁灭, 而是想要将这种特殊体质弄到手。 因为, 这冰河谷, 最喜欢做的事, 便是收集各种各样的奇特体质, 然后以一种特殊的方法, 将谷中强者的灵魂体, 转移到这种体质中, 如此一来, 便是能够获得一些这种体质的能力。 听得新兰的话语, 萧炎的脸色也是越来越阴沉。 这个冰河谷果然不是什么好东西。 前段时间, 小一仙的藏身之地被冰河谷发现了, 然后与对方强者交过手, 受了不轻的伤。 萧炎大哥, 新兰没用, 一点忙都帮不上。 说到此处, 新兰眼圈也是红了起来, 她对于自己的无力, 一直很是感到自责。 萧炎深吸了一口气, 拳机摆了摆手, 说道, 不管你的事, 你应该知道小一仙现在在何处吧? 嗯, 我接到过小一仙姐姐传给我的消息, 但如今的那里, 却几乎被冰河谷的强者尽数包围, 我根本就进不去。 新兰点了点头, 说道, 在何处? 落神剑。 新兰回话道, 果然是在那里。 萧炎眼睛微眯, 第一声道, 新兰轻声说道, 小一仙姐姐虽然逃过了冰河谷的围角, 但受了不轻的伤, 不敢轻易露面, 可如今的落神剑已被冰河谷包围, 虽说那里地形复杂, 但要将之寻出来, 也只是迟早的事。 萧炎大哥, 你现在打算怎么办? 还能怎么办? 去落神剑。 萧炎站直身体, 目光望向北方, 眼中夺过一抹森然之意。 那我来为你引路, 我知道进了落神剑, 如何寻找小一仙姐姐。 新兰一咬颜牙说道, 萧炎微微点了点头, 玄机自是猛地想起了什么, 说道, 哦,对了, 子言呢, 他难道一直跟在小一仙身旁吗? 文言, 亲兰也是一阵, 玄机苦笑道, 紫言, 在我们到丹狱后不久, 他便是失踪了。 失踪? 萧炎脸色顿时一变。 也不能说是失踪, 他给我们留了信, 说他突然有一些感应, 说要回家。 回家? 萧炎眉头紧皱, 紫言的身份一直都是一个谜, 但他眼眼间也是能够猜测到 其身份必然极强, 也不知道他那所谓的回家是去哪里了。 唉, 希望这个丫头没事吧, 现在只能等先将小一仙的事情解决了, 再去找他了。 叹了一口气, 萧炎再度抓住, 萧炎新兰, 然后身形移动, 对着北方天际闪躲而去。 他必须尽快地找到小一仙。 预知后事如何, 还请您继续收听 《斗魄苍穹》第1070章 第1070章 洛神剑 洛神剑坐落在丹玉偏北之所, 那里的地形极为的复杂, 整片大地犹如被批天大府, 批出了无数道裂缝一般, 每一道裂缝都是有着将近千丈之长。 而且这些山剑之中更是深不可测, 其中毒物弥漫, 无数剧毒之物出没, 环境极为的恶劣, 说起来也算是丹玉的一处显地。 这洛神剑一般情况来说, 除了一些有特殊需要的人, 很少有人会来到此处。 然而最近突然间爆发的恶男独女之事, 确实令得这原本偏僻荒凉的洛神剑, 迅速变得热闹了起来。 对于恶男独体, 中州之上的人几乎是有着颇深的记忆, 在以前的那些岁月, 也曾经出现过一些游有恶男独体的人, 但这些人最后皆是毫无例外地, 在中州之上掀起了一片灾难。 独体过处,生机不存,万物尽毁。 短短几句话便是道出了 那恶男独体在爆发时是何等的恐怖, 或许造成的这般灾难 并非是恶男独体拥有者的本意, 但独体在爆发时却是会反噬其主, 反客为主之后成为了一具移动的毒物释放器。 面对着这种剧毒, 即便是斗宗强者, 若是吸入体内过多, 那下场也是会极为的凄惨。 当年每一次恶男独体爆发, 都将会令得中州损失大批的斗宗强者, 如此反复几次, 也是令得恶男独体的匈名, 在中州越加地深入人心。 而也正是因为, 中州对这恶男独体的忌惮乃至恐惧, 每一次当再次听见出现恶男独体后, 许多势力都是纷纷出动, 想要将在这恶男独体尚未彻底爆发之前将其毁灭。 而这些势力之中, 又是以冰河谷为之罪。 虽然不少人都知道, 他们是想要得到恶男独体, 但却因为其实力之强后, 因此并没有什么人阻拦。 而且在小一千, 击杀了不少冰河谷的人后, 也是令得双方恩怨激化。 这冰河谷对外所说的是定要将之勤杀, 但若真是落到他们手中, 他们会采取何种措施, 外人怕是难以知道了。 不过不管怎样说, 这平静许多的丹玉, 也是因为这次的恶男独体而骚动了起来。 如今更是无数人涌向洛神剑, 想要将躲在其中的恶男独女搜寻而出。 这些人大多都是被冰河谷开出的天价悬赏所吸引, 当然也是有着一些人抱着想要将恶男独体毁灭的念头。 但不论这些人抱着何等心思, 如今的洛神剑, 无疑已经成为了丹玉最为热闹的一块地索。 洛神剑距离夜城并非极远, 以消炎的速度, 即便是带着心蓝, 也是仅仅花费了一天左右的时间, 便是抵达了那片热闹的地带。 硝烟和新兰在一座高耸的山峰之上徐徐落下, 目光远眺, 面前是一片望不见尽头的辽阔的卵石平原。 平原之上遍布着无数的漆黑裂缝, 这些裂缝就像是猙獰的大嘴一般, 从地底浮现, 然后延伸至遥远处。 那种幽幽的黑色令得人有些心寒。 平原上布变着一些极其庞大的乱石, 这些巨石有的看起来就像是一座石山一般, 通体散发着幽黑这色, 而在天空上也是晶年营绕着一些黑色毒气。 这些皆是从山剑之中升起的毒物, 经过常年累积, 几乎是遮盖了这片辽阔平原的天空。 投射到遥远处的目光缓缓收回, 硝烟望向平原最前方, 那里有着密密麻麻的人影。 这些人影皆是在不断地成亲绝对对着洛神剑之内行进, 想必都是想要进去寻找小一仙的踪迹。 这里便是洛神剑马, 果然嫌恶, 不过以小一仙那特殊的体质, 在这里倒是能够算作如鱼得水。 收回目光, 硝烟点了点头, 说道。 新兰也是一点头, 玄机说道。 硝烟大哥, 洛神剑的天空有着毒雾缭绕, 所以我们并不能直接飞越, 而是只能从下方的洛神口进入。 这里是进入洛神剑的唯一路途, 不过那里有着冰河谷的强者镇守, 他们随时都是关注着洛神剑中的动静。 硝烟轻点下巴, 说道。 冰河谷这次派出的强者是什么实力? 据我所得到的消息, 这次带队搜寻的, 是冰河谷的两位长老, 冰员与冰符。 上次正是他们与小一仙姐姐交手, 不过我想除了她二人之外, 应该还有其他的强者跟随。 我猜, 恐怕至少也有四名斗宗强者。 新兰沉颜了一会儿, 说道, 此兴斗宗吗? 硝烟微微点了点头, 看来这冰河谷并未出动 斗宗级别的超级强者, 不过想想也是, 以如今小一仙的实力, 这些冰河谷的长老 已经足以将之勤拿。 等进入到洛神剑之后, 你便是能够寻找到 小一仙所在之处了吧? 硝烟问道, 随之新兰点了点头, 见状, 硝烟也是松了一口气, 说道, 既然如此, 那便先进入洛神剑, 将小一仙找到吧。 化言一落, 他伸手拦住新兰千细的腰肢, 身形一动, 便是直接对着山峰之下夺去, 几个闪烁间便是落在洛神剑之外。 洛神剑的入口, 位于两块高耸入云的黑色巨石中间, 这里有着一条脊胀宽敞的道路, 不过在此刻的这入口周围, 有着不少白衣身影存在, 显然应该便是冰河谷的人。 走吧。 落下山来, 硝烟松开新兰, 然后直接对着那入口行去, 其后新兰急忙跟上。 在入口的两块巨石上, 起码有着将近百名的兵河谷弟子镇手, 一道道英般锐利的母公, 不断地在下风通道中的人群中扫过。 在他们之手, 一名白衣老者盘腿而坐, 一股寒气不断地从其体内蔓延而出, 令得这附近的温度都是降低了许多。 这名白衣老者一直都是闭着眼睛, 然而就在硝烟二人进入时, 他风却有所感言一般地睁开眼, 目光望向下风的硝烟, 眼中夺过一抹差异。 虽说这一次因为恶难毒体的事情, 被吸引来不少人, 但这些人中真正的强者并不多, 毕竟对于这些强者来说, 冰河谷的那种天价悬赏并没有太大的吸引力, 而且看那冰河谷的阵仗, 明显是对那恶难毒体抱有必得之心, 因此他们也并不想出手跟着冰河谷抢什么, 反正又不是什么好事情。 而且正是因为如此, 所以当这名白衣老者再见到硝烟后, 会是有所诧异。 这段时间人是见得不少, 但斗宗强者还是没有多少。 不过诧异归诧异, 但他也并没开口询问什么, 瞥了一眼后便是收回目光, 一个一星斗宗而已, 即便真有不轨之心, 也翻不起什么浪。 冰河他们进入洛神剑, 也是有一些时日了, 不知是否找到了那恶难毒女。 在那冰河谷众多的目光中, 硝烟二人毫无阻碍地, 便是进入到了洛神剑之内, 在行到一处无人的偏僻之所时, 方才停下脚步。 怎么走? 硝烟看了一眼周围, 这里的毒还不算太浓, 但也有些影响可见度, 而且那无数漆黑的裂缝山剑, 更是令得人有种头晕的感觉。 想要在如此复杂的环境找到一个人, 那困难度可是相当之大。 跟我来。 欣兰小心地看了一眼四周, 然后从那节中取出一个浴瓶, 打开浴瓶, 一只全身漆黑的小东西窜了出来。 这东西啊, 有些类似老鼠, 但背后却是有着一对博弈, 震动之间发出嗡嗡的声响。 这是寻毒鼠, 不过已经死了, 但经过小一仙姐姐的特殊炼制, 它能够带我们找到它。 欣兰放开小黑鼠, 它在半空中一阵转悠, 然后便是突然对着洛神剑偏西的地方迅速夺去。 快,跟上它。 剑壮心蓝连忙道, 其后的硝烟也是迅速将之揽进怀中, 身形一动, 化为一道黑影, 轻松地跟在了小黑鼠之后。 洛神剑之内, 独物横行, 不过硝烟却是并未遭受到半点阻碍。 对于这奇异的一幕, 它在略微疑惑之后便是恍然, 恐怕是因为体内疑惑的缘故吧。 这种致阳致烈之物, 对于那些属于阴性的毒物, 总是有一些克制。 一路无阻, 再加上硝烟的速度, 短短半个小时, 两人便是逐渐深入了洛神剑之中。 而此刻周围的毒物也是越来越浓郁, 但好在有着异火隔绝, 硝烟与新兰也并未受其侵蚀。 全速前行的身形再度持续了半晌, 前锋的小黑鼠突然停顿而下, 而其后的硝烟也是猛然有所觉察, 一把便是将之抓住, 然后抱着新兰, 窜到了一块巨石之后。 出现在硝烟两人面前的是一片足有百丈庞大的山剑, 山剑中有毒物营绕, 但此刻的山剑周围正有着几十道白色身影错漏而立, 其中一道白影更是巡浮在山剑半空, 在他们对面的山剑山壁上, 隐隐有着一个洞口浮现。 恶难独女, 乖乖地跟老夫回冰河谷, 或许你还有活路可走。 脸色微变, 硝烟的目光顺着那老者的声音, 望向洞口, 喧气眼瞳突然一缩, 只见得在那里一道白色倩影优雅而立, 灰紫双眸透着冰冷沙翼。 小一仙? 预知后事如何, 还请您继续收听豆婆苍穹第1071章。 第1071章 冰河谷绞杀 望着那洞口处的白色倩影, 硝烟那紧绷的心, 也是逐渐地松懈而下。 还好没事。 心中滴滴地自语了一声, 硝烟目光便是迅速地, 转向山洞半空的那名老者。 老者满头白发, 一身白衣,衣袍之上有着些许雪白色的雪花纹路, 整个人看上去几乎是有理到外的透着一分寒意。 目光在这老惹身上顿了顿, 硝烟眼眸也是逐渐须眯。 六星斗宗 略微沉眼, 硝烟视线转下, 此刻的山剑周围, 还有着几十名白影处理, 显然应该也是冰河谷的弟子。 他目光扫视了一圈, 然后便是顿在山剑边缘的一处突出来的巨石上, 那里有着两名白衣老者, 副手而立。 而那当先者的那名老者的实力, 居然也是与半空的那人相仿, 达到了六星斗宗的层次。 至于其身后者, 虽说不及他二人, 但也是一名实力达到二星的斗宗。 居然有三名斗宗强者, 而且还有着几十名冰河谷的精锐弟子, 这冰河谷还真是舍得呀! 漆黑谋中夺过一抹冷意, 萧炎低声自语道。 萧炎大哥, 那两个人就是冰河谷的长老, 冰员与冰浮, 他们的实力很强, 小心点。 新兰美目也是扫过一圈, 然后脸颊一紧, 说道。 萧炎微微点了点头, 这阵仗虽然不小, 但对于如今的他, 却并不具备压迫般的威胁力。 如今的低腰癸, 便是能够拦下一名六星斗松, 更何况, 他还身怀天火三巡变, 以及那界中的天火尊者。 恶难毒女, 你逃不掉的, 你中了我冰河谷的冰尊禁, 除非有我冰河谷的解药, 不然的话, 一个月之内, 体内残留的悬兵器, 会将你体内的一切生机尽数冻结。 半空之上的那名老者, 目光淡漠地望着洞口处的小依仙, 说道, 跟我回冰河谷是你唯一的活路。 山间洞口处, 小依仙那对不寒丝毫情感的灰紫双眸, 看了这位老者一眼, 苍白的脸颊之上浮现一抹嘲讽, 冰冷的声音, 带着些许寒意的在山界上回荡, 在冻结之前, 我会将这具身体尽数毁灭, 不会给你们冰河谷留下任何的东西。 听得此话, 半空中的那名老者眼中, 寒芒顿时暴射, 缓缓地说道, 你这是在断绝自己的唯一生路。 话音落下, 他思雨是并不想再拖延什么, 一股惊人的寒气, 逐渐地从其体内抱拥而出, 既然你不喜欢走活路, 那么便由老夫亲自将你侵回冰河谷吧。 随着最后一个字音的落下, 那白衣老者面前的空间一阵扭曲, 旋即寒气营绕间, 一片密密麻麻的冰锥凭空浮现。 老者袖袍清灰, 面前那无数冰锥顿时一阵剧烈颤抖, 搜的一声便是扑天盖地的暴射而出, 那密集的范围, 直接致行山剑的所有十杖之内, 尽数囊括。 望着那撕裂空气暴夺而来的冰锥, 小一些也是带霉微咒, 如今他身受重伤, 根本就不可能是这冰锥的对手, 而且更何况在那山剑周围, 还有这两名斗宗强者。 这两人若是出手, 恐怕此次他真的是连逃命的机会都没了。 浓郁的灰子窦气源源不断地自小一仙体内涌出, 然后将洞口尽数覆盖, 冰锥射来顿时迅速消融, 但在冰锥的连续冲射下, 灰子窦气所形成的能量罩, 也是迅速变得淡化。 其余的冰锥则是尽数射在山洞周围的山壁上, 一层层厚厚的结冰顿时咔咔地蔓延而出, 而在热等寒气之下, 即便是连周围的毒气也是变得稀薄了许多。 感受着周围迅速大涨的寒气, 小一些脸颊也是微变, 这些寒气极为的怪异, 若是被沁入体内, 必然将会极其的麻烦。 当初他便是一个不慎, 将这寒气入体, 另在斗气出现致塞, 方才被冰原冰府两人施展所谓的冰尊尽, 重伤而催。 不能在此多留。 心中闪过这当念头, 小一仙当机立断, 身形化为一抹闪电冲出山洞, 然后居然是直接对着那山剑深处夺去。 冰封阵! 小一仙刚刚冲出山洞, 几十道冷鹤声便是同时响起, 旋即天地间寒气暴涌, 只见得那山剑之中空间瞬间凝固, 然后在一片咔咔的声音中, 凝结成了一片厚实的尖冰。 眨眼时间, 便是在这山剑之中兴成了一片, 将近几十丈庞大的冰柜, 而小一仙与那冰原皆是被封于其中, 里面的人再也看不见外面, 但外面的人却是能够将里面的人的一举一动, 都是收入眼中。 还想逃? 天空上的冰原近壮, 脸庞上不由得浮现一抹冷笑, 身形一动, 一眨眼便是出现在小一仙身后, 寒气营绕拳头, 然后狠狠一拳轰出。 觉察到身后抱涌而起的惊人寒气, 小一仙也瞬间转身, 御手之中挥子道气急速涌动, 然后也是一掌挥出。 拳掌交接, 一股惊人的气浪顿时成环形状的对着周围席卷而出。 在这等气浪的反冲下, 冰原击退了两步, 而小一仙却是时机被震得倒飞而退。 如今的他本就是重伤之体, 战斗力大减, 根本不可能会是一名六星斗宗的对手。 稳住身形, 小一仙那本就苍白的脸色, 更是不堪。 目光扫过四周那密不透风的冰墙, 脸颊上不由得浮泻一抹苦涩之意。 看来今天, 真的是无路可逃了。 跟老夫回兵何苦, 你还有活路走, 若是冥完不灵, 那便休怪老夫心狠手了。 冰原脚掌踏着虚空, 缓缓地走向小一仙, 语气依旧是那般冷漠。 望着那缓步而来的冰原, 小一仙那对灰子的双毛中, 含义也是逐渐涌胜, 御守迅速截出奇异的手印, 到了这一步, 只能解开恶难毒体的封印了。 虽说这样一来, 会令得毒体爆发时间大大提前, 但总比现在, 就落在这老家伙手中来得好。 见到小一仙的手印, 冰原寺也知道, 他想要拼命一搏, 灯下脸色也是一尘, 身形闪电白的夺出, 掌心中惊人的寒气急促萦绕。 冰原的速度极为迅猛, 几个眨眼间, 便是直接追上了迅速后退的小一仙, 漠然的脸庞上, 浮上一抹森冷, 被寒气所萦绕的手掌, 直接带起刺骨的寒进, 旋即化为一道道残有, 将小一仙周身空间密布。 低沉的音爆, 在热等凶猛的进风下成形, 那寒气的浓语, 连空间都是直接变成了一阵阵, 淡淡的白武生腾。 小一仙的郊区就犹如是那狂风骤雨之间的一夜小舟般, 不断的左摇右摆, 闪避之间居是显得极为的凶险, 差之豪里呀, 恐怕都是会被狠狠击中。 不过, 虽说勉强避开了冰原的那犹如潮水般的攻击, 但小一仙想要解开封印的手印, 也是被阻碍地打断了去, 当下是险象还生, 极为的惊险。 砰的一声, 又是一记寒风袭来, 已经避无可避的小一仙 只能再度举掌, 然后与冰原硬碰了一次。 一股阴红鲜血喷出, 小一仙郊区直接是被震飞而去, 冰原面色冷漠, 在那阴红鲜血抵达面前时, 一股寒气从其嘴中喷出, 将之尽数冻解。 你的恶难毒体还并未真正地达到巅峰, 不然的话, 光凭老夫的话, 还真是奈何不了你, 但可惜。 冰原望着那抹去嘴角血迹的小一仙 淡淡一笑, 双眼之中的寒意 却是并未因此而减弱。 话烟一落, 冰原也是失去了再说话的耐性, 身形一闪, 再度对着小一仙闪躲而去, 这一次他眼中 却是逐渐地涌上了些许杀意, 只要恶难毒体还保存着, 小一仙是否活着都无所谓了。 见到那脸庞浮现一抹凝笑的冰原, 小一仙四月时时到, 其心中生起了杀意, 当下也是急忙调动其体内为数不多的斗气, 想要与之做那最后一搏。 就在小一仙刚刚打定主意间, 四周那密封的巨大冰墙, 却是突然发出咔嚓的声响, 旋即一道道裂缝迅速蔓延而出, 最后砰的一声, 吐得暴力而开。 突然暴力的冰墙, 也是令得冰原一惊, 还不带他回过神来, 山剑之上突然传来的道道破风声, 一道道影子狠狠地对其射来。 突如其来的攻击, 使得冰原有些手忙脚乱, 几股冰寒痘气自己手中涌出, 然后与那些射来的影子红然相闯, 但想起来的却是一阵阵凄厉的惨叫声, 冰原定眼一看, 却是脸色阴沉地发现, 这些被当作武器投射而来的, 居然是冰河谷的弟子。 小子, 你敢坏我冰河谷的大事? 地要将你追杀至天涯海角。 在冰原脸色阴沉地空荡, 山剑上也是传来几道愤怒的吼声, 前者眼角一跳, 猛地抬起头, 却是见到在那山剑边缘, 一名青年正微笑而立。 在他手中, 还被抓着两名冰河谷弟子, 显然先前投射的人便是他。 冰河谷的人果然不要脸, 这么多人围攻一个受伤的弱女子, 倒还真是不要脸不要皮啊。 青年微微一笑, 然后目光转向另外一边, 那里的白衣女子因为她的突然出现, 一张苍白而翘眉的脸颊, 此刻却是布满了难以置信。 望着那张苍白的令人心疼的脸蛋, 萧颜眼中浮现一抹柔和, 轻柔的声音局局飘下。 抱歉, 我来晚了。 预知后事如何, 还请您继续收听《豆魄苍穹》 第1072章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